今后您在切洋葱的时候就不用再泪流满面了 那么这洋葱有营养怎么吃更健康呢 洋葱呢 这个富贵病 就是我们的对于血压 血脂 血糖呢 切齿呢 有一定的功效 另外洋葱呢 还能提高人体的一些免疫功能 对我们这个抗衰老 还有生前免疫功能 包括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洋葱对于预防肿瘤的一些发生呢 都有一些功效 专家介绍 洋葱含有黄尿丁酸 可以使细胞更好的利用糖分 从而降低血糖 洋葱还含有潜力腺素 可以扩张血管 减少外周血管阻力 促进钠的排泄 使三高的血压下降 另外呢 洋葱中还含有二锡丙激硫化物 有预防血管硬化 降低血脂的功能 所以三高人群不妨常吃洋葱 那么洋葱在吃法上有什么讲究吗 生吃呢 它能把所有的这些个呢 我们特别维生素类的破坏呢 比较少 做的比较过熟 或者炒的火过大 把维生素 还有这个微染素 有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破坏比较多 洋葱呢 它有三种 死皮的 还有黄皮的 白皮的 有的发甜 有的呢 偏辣 偏辣一点呢 就是我们含的一些个呢 就含的一些个刺激性的 就是我们有机硫化物呢 有些个呢 含的比较多一点 它含的多一点呢 就刚才说 我们对一些抗氧化的功效呢 还有这一个呢 抗氧化的功效呢 更好一点 李主任说 白皮洋葱肉质柔嫩 水分甜度高 比较适合鲜食 烘烤或者炖煮 而紫皮洋葱呢 肉质微红 辛辣味强 适合炒或者做生菜沙拉 两者对比 还是紫皮洋葱的营养更好一些 洋葱呢 对于啊 我们大众来说 它因为有一定刺激性 当我们这个眼睛呢 有这个炎症 或者是胃肠不舒服的时候呢 身量少吃 那样洋葱呢 可以产气 带在这个胃肠不舒服的时候 尽量呢 就是避免来吃这些食物